但你不是说过 陪伴才是最漫长的告白吗 我愿意陪你走到人生的镜头 如果你同意 请你接受这束花 你是否觉得有一点累了 日子天天过没太多不同 错了很多却看不到什么 难道疲惫已是你宿命的结果 看看你左右 陪着你的我 默默在身后 为了你加油 再多感受 我都听你说 因为你就是我 最重要最好的朋友 有我的爱给你力量 重新看世界的模样 你可以变得很不一样 相信 我的爱给你力量 紧紧握住你的梦想 航向你最想去的地方 你会发现幸福就在 在手上 上人之后 最后一切的路 标志宏 也不死 澀岁 都好 大人之为 穷 也不滤 空 借 不错 赔 老婆子 你说这又到了饭点了 这俩孩子怎么又不回来呀 是因为加班呢还是 也加什么班呢 不谈恋爱呢 是啊 那当然好了 咱大姑娘 这戏哥跟着男孩子似的 要是有哪个男的 能够容忍地嫁了出去 那可真是件好事 你也是我 嫁不出去发愁 嫁出去也发愁 这她不在家 你又嫌冷清了 真要在家 咱又得为她这婚事发愁了 你说是不是 是不是 吃吧 吃吧 如果我就这样回去 爸妈知道 一定会恨事吧 没想到那次喝醉闹出这么大的事情 我们伤害了那么多人 走 真不是个好东西 原来你今天叫我来吃饭 就是想让你姐跟我告白是吧 她非要我约你 我有什么办法 再说了 我真不知道我姐看上你哪点了 平时没个正经 人又坏嘴又贱 还有那么大一堆乱七八糟的画边新闻 我在你心里就那么差劲啊 其实也没有了 你知道吗 我姐她三十岁了 第一次对别人动心 又遇到你这样的情场老手 她肯定会受伤害的 所以呢 我就编了一大堆你的坏话 本想让她打消念头 结果没想到 倒激发了她的斗志 非要追到你不可 你既然知道这是你写的第一次 你也知道我可能会伤害她 你怎么之前 就不会试探我一下 那我也可以通过你委婉地拒绝她呀 也不会有今天这种尴尬的局面了吧 我怎么知道你会伤害她呢 凡是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不就得做百分之百的努力吗 孙玛 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啊 告白失败了 这告白书根本一点作用都没有 这告白书不是我写的吗 这告白书不是我写的吗 你写的 这怎么可能是你写的 这明明是马达拿给我 让我去跟和睦告白用的 姐 她确实在利用我 让我缠住和睦 她好去追谢自己 你原本是一个好好的约会 对 居然撞见苏曼的告白 搞得一团乱 这 这也太小了吧 我到底得罪谁啊我 小宝你干吗 你疯了 干吗叫我 我就是要掐死你 亏我一直把你当我最好的兄弟 可你呢 你居然为了追谢自己出卖我 你明明知道我喜欢苏曼 你还送了她去跟和睦告白 而且还用的是我写给她的告白书 你也太卑鄙了 听我说 我干吗要听你说 我就要掐死你 掐死你 小宝 我都不为你好啊 你是为我好吗 我是爱奇男 又不是弱智 你欺骗我就罢了 你还侮辱我的智商吗 你是我兄弟 我干吗要侮辱你啊 你可不可以好好想着这个逻辑啊 和睦这个花心大少 怎么会喜欢苏曼这个女汉子呢 而苏曼一直丹念着和睦 万一和睦跟她相处久了 日久深情了 你不就没有机会了吗 所以啊 我让苏曼和睦对她日久深情前 先向她告白 这样和睦就会狠狠拒绝她啦 当苏曼死心了 你的机会不就来了吗 我 女人啊 受情伤的时候 我最容易趁虚而入 你赶紧去安慰苏曼啊 她的心 很快就倒向你了 你好像说的有点道理啊 当然有道理啊 我之前在八卦杂志不是白混的啊 这种感情内幕啊 我哥哥看多了啦 你这种凡人呢 是看不懂的啊 不是我说啊 你这个智商根本跟不上我的节奏嘛 哥吃肉的时候 绝对会帮你流着汤的 怎么会出卖你呢 达 达哥 我 我对不起 我太冲动了 你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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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别扔在这啦 赶紧去安慰苏曼 趁虚而入 达哥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苏曼 你别难过了 我刚刚把马达狠狠揍了一顿 你打他有什么用 我的告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你应该这么想 是何木没眼光 像你这么好的女生 打着灯笼都难找 对吧 你失去了这个 下一个可能会更好 也只能期待下一个 这心情不好 有什么可以解闷的吗 我正好刚下了一个最金满的游戏 咱一块玩 不过 今天这事 你和谢总之间不会受什么影响吧 有没有今天这档子事呢 结果也都是一样的 两个人心里有彼此 这才叫做爱情 如果只是单方面的感情 这就叫做 爱吧 爸 妈 我回来了 回来了 约会约得怎么样呢 我心里面根本就没有你 你再怎么改变 对我来说都没有用 这些都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 我不需要你为我改变什么 要不是因为你跟和睦说谱 马达也不会拿这个来说声 和睦也不会一路之下 就直接拒绝我的告白 都是因为你害的 还好吧 我姐回来了吗 她呀 说了先看电影在压马路 回来得晚点 晓晓 你还真别说 你姐呀 很有可能先与你啊 就嫁出去了 谁呀 别管他 继续 播讲的号码暂时无人听 你还真别说 连我电话都不接了 姐一定很生气 不行了 我得躺会儿了 你 你怎么这么大精神讨论 怎么见了 这都十二点了 你不回家了 不回了 我今天就一直在这玩 明天不上班吗 死了 我说你管得还挺宽呢 你要睡就睡去 别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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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漫 你还用来上班吗 都几点了 所有的同事都在等着你的稿件 结果你却告诉我在约会 是约会重要的还是稿件重要 我 你一点都不尊重自己的职业 没有职业道德 没有职业操守 主编 我失恋了 什么 你失恋了 你这段理由太别小了吧 像你这段女汉子谁能看上你啊 你 我怎么了 现在平面媒体日子这么不好过 你倒好 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主编 你太过分了 我付出这么多经常加班加点 向来任劳任怨 我说我失恋了 你不投契我 还来侮辱我 像你这种没同心心的离当 我不伺候了 早点给我带一男朋友回来了 只要她对你好妈就开心 妈听你 加油 你别看着咱们大闺女穿着想人家这样约会 哎呦我这眼都红 你说咱俩都嫁出去了 这不如我们咱们亲战的 那姑娘 那姓赫跟着男孩子似的 要是有哪个男的 能够容忍地嫁了出去 那可真是件好事 那天 那些偏袒 那个少年 偶尔你会不会怀念 时过境迁 我已经付出了那么多 结果你还没了解我一点点的 你就把我拒绝了 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感情不是工作 机会也不是最重要的 我心里面根本就没有你 再怎么改变 对我来说都没有用 我一直认为 你是一个有企图心 有能力的人 但是一直待在事务所里面 当个小职员 你甘心吗 我当然不甘心了 可这社会上 哪有那么多机会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平步清云的 就算我一起足心 没有机会还不是一样 那你现在有这个机会了 机会 我现在 再规划一个企业变革 董事会已经通过了 我需要一个有能力的 财务总监 我 是的 你是和睦多年的好兄弟 我相信 你可以胜援这个职 可我从来没有承接过 这么大的项目 我不知道我的能力 你没有试过 怎么知道能不能 你慢慢考虑一下 苏 苏 苏玛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了呀 别问 昨天晚上的游戏呢 我要杀个片家不留 还愣着干吗 过来帮我 噢 噢 喂 你好 谢总 雨昕品牌项目要加入情人节告白活动 希望呢能交给贵公司来做 好 没有问题 可可可 通知各部门开会 刚才接到雨昕公司的电话 他们要在情人节做一个告白活动 希望我们公司做策划 我想把这个策划案交给苏晓晓 还有和睦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我也没问题 那参会吧 谢总 有事吗 如果不是公司 请不要在上班时间谈私事 这年头 这年头卖房子的人自己没房子 告白失败的人呢 还要过来写情人节告白 你说这遍体鳞伤失恋的人 怎么能写得好这种方案呢 晓晓 要不我让你来写吧 最后说明由我来做好 我今天也没心情写告白的方案 为什么 我姐因为昨天晚上的事情 气得一宿都没回家 我想一会提前下班 去他公司找着他 那你去吧 反正这个文案也不及意识 那现在就走了 好 欧阳旁 你这么着急把我叫来干吗 你刚才找过我了 希望我加入他的并购小组 担任他的财务总监 这件事情我想请问下你的意见 这不是好事吗 你之前不是一直抱也没有机会 展现你自己的才能吗 我哥一定是看中了你的能力 所以才把你叫去做财务总监 再说了 现在我们家情况也不是很好 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你刚好可以替兄弟尽一份力 您好 请问苏曼在吗 苏曼辞职了 辞职 干吗 姐 你为什么要辞职啊 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 但是你也不用辞职吧 你还好意思说我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你当初不也是为了结婚 把工作辞了吗 我说过你吗 你现在不来安慰我 反而来指责我 我没有指责你 只是你这么喜欢这份工作 就这么辞掉了 多可惜啊 有什么好可惜的 那个主编知道我失恋了 不来安慰我 反而取笑我 这样的能力我不伺候你 你是太冲动了 当初我为了结婚 辞掉那份工作 我也后悔了 我现在的工作 不是还你帮我找的吗 我跟你不一样 我不是冲动 我 我说怕爸妈失望 昨天晚上回家 我听到他们兴致勃勃地说 我谈恋爱了 我可以比你早结婚 他们很高兴 可实际上呢 我还没开口呢就失败了 我根本就没谈恋爱 这事儿要让他们知道了 那得多难过啊 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大的压力吗 我根本都不敢面对他们 所以 我只能来这儿 靠着打电动 去忘记那些烦恼的事 我印象检查 我探索了 给你 你怎么会 我的事儿 咱们都要 我们只要 你怎么会 在这儿 我们体会 我们就能在这儿 你要把我 ��事儿 小小子是谁 她到底是谁 我去教训教育她 就是那个 晓晓喝醉的时候 跟她睡一起的和睦 你听见明 又是和睦我就猜着我 她先欺负了咱们家的小闺女 就要朝这大姑娘来了 好啊 她伤害了一对姐妹的心 我要好好跟她算账 爸 你冷静一点 你冷静一点 我没法冷静 我要去为大姑娘啊去报仇 爸 你别这样嘛 你先听听苏曼 你到底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我喜欢她 她不喜欢我 那你前一段 打不得漂漂亮亮的 干什么去了 我 我去乔布那打游戏去了 爸妈 对不起啊 我说谎了 好 没关系 曼曼 是妈爸爸不好 我们太心急了 给你压力太大了 没关系的 结婚这个事啊 早接晚接都是一样的 没关系 小曼 我们豁出去这辈子都不结婚了 都行 你个乌鸦嘴你说什么 谁一辈子都不结婚呢 怎么能不结婚呢 婚是要结的 只是早接和晚接的意思 有何事就结了呀 对对对 暂时不结啊 暂时不结 曼曼 结婚这事啊 顺其自然 只要你开心 你高兴 想什么时候结 咱们有何事的咱们就接啊 嗯 主编你可来了 出大事了 咱们杂志社所有的电脑都出问题了 什么问题 全部都拦屏了 完了完了 那么多稿子 今天是要下印刷厂的 是谁给我下这么大的毒手 没工作真无聊 我都已经辞职了 还打电话给我干嘛 找曼 我告诉你 就算你求我 我也不会回去上班的 宋曼 你太过分了吧 居然黑了杂志社的所有电脑 你真要弄死我呀你 电脑不是我黑的 就因为你没良心 才会中毒的 这是报应 你是什么 你还不承认 我告诉你 别让我找到你的证据 我一定会找你算账的 算账 随时恭候 怕你啊 神经病 出那事哪有出气 还以为我是你员工啊 从今天起 我身边的欧阳鹏先生 将会成为我们并购案小组的 财务总监 并对各个企业 进行有效的 合法的 还有正式的 管理和监督 所有有关并购案的财物 都要尽过他的 签字和审批 好 走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谈讨了三家公司 新峰公司 行业新兵 虽然销数总额不大 但增长速度非常快 并且 并且拥有多项技术专利 是创业板块的特别青睐 俊翔公司 行业内的老品牌 财务稳健 投资风险小 并拥有多个颇具知名度的资品 与合适企业的多品牌战略 有帮助 盛容公司 在地区果汁行业内 具有一定的市场占额率 在合适企业控股以后 有望通过管理水平的提升 将产品销售到其他地区 并能与合适企业的葡萄庄园 产生综合效应 从财务报表上看 这三家公司的产品收益 及市场占比 都具有绝对的优势 并购以后 对合适有利而无一害 赶快跟这几家公司欠合同 至于另外几家继续跟进 是 快走 上次出师未结 身先死 这次啊 一定要想办法翻盘 喂 喂 你今晚有空吗 什么事啊 我们上次啊 不是鞋没有换成吗 不如今天晚上 我们一起换个鞋吧 那下班后楼下见吧 公司楼下啊 你们上次说要请我吃饭 没请成 不如今晚补上吧 你要是不想换就算了 换换换 不行啊 我不能那么快 就把这个鱼也还回去 放长线 钓大鱼 可是谢志祺不答应吃饭 怎么办啊 有了 又要写产品推广书 又要弄什么奇人节的告白活动 而且还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交差 今天晚上又要熬夜了 关键 从哪儿开始写呀 我这刚失恋的人 还要陪着你写什么告白活动 我才是心思 你说这些化妆品 涂得再没有什么用了 你要是长得那么一个大包子的脸 该不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 保持美丽是每个女人终身的事业 你说什么呢 好好好 我不说 没看出来 你这个村姑还有这么女人的一面呢 那是因为 你从来都没有好好地看过我 看她这么气派 一定是主管吧 穿得这么正式跟结婚似的 还真是特别啊 看她的这个样子 一定是来应聘的 穿得这么老土 这 这 这也性感得太过分了吧 没想到 这个村姑外表土掉着 内心却如此的奔放 真是村姑也疯狂 怪不得她是恨家人 要不咱俩就从这瓶什么灵芝生机水开始 诉求点就是 静脚趾 抗氧化 助力能量 滋润肌肤 好气色 在搭闪刚才你说的那句什么话来着 保持美丽就是女人终身的事业 把这句话放在产品的宣传上 还挺大的 那我就从这个 银耳胶原蛋白开始说 那这个银耳胶原蛋白饮 也可以用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啊 如果你真是长了一张包子脸 喝了这个 至少能变成一个白包子 你笑什么 我说的有问题吗 没问题 谁呢 我知道要见面了 意思兴奋过头 忘记带写了 给你买个花 赔罪吧 告白凑案应该怎么写啊 这还不简单 最好的告白无非就是男生各种耍花样 制造各种的浪漫 在女生最感动的时候一手拿下 而且 这个浪漫一定要欲众不同 出其不已 你没事吧 喂 你没事吧 哎哟 我的屁股 我以后要怎么蹲马桶啊 好啦 你别装了 我没有再装啊 我的屁股 好痛啊 喂 不要走啊 喂 你装人了 怎么可以这样走呢 哎 你要知道哦 造势逃运呢 是要坐牢的 你必须要补偿我 那你想怎么补偿呢 收下花 请我吃饭 男人死缠难的 只会让女人更烦吧 女人是筑巢动物 情感应该是日脚深筋 是缠妙言 是小打小闹 所以我认为 陪伴才是最漫长的告白 搞什么APP 我们要创业 就要高端大企 上档次的手机制造 或者是 时尚动感小清晰的笔记本维修 天哪 我哪会那些呀 我只是个程序员 不管你是什么员 只要你是原类 就要像星球崛起的 台萨一样强大 无所不能 你电影看多了吧 连星星都崇拜呀 反正我只会搞APP 这才是我的强项 我是工作室的首席 我说了算 我是工作室的投资人 我说了算 你不听我的啊 不听 好你个瞧不 看我不打死你 回来 回来你 站住 你这个肯定不行 整天吵吵闹闹 默默唧唧 早晚都得分手 男人都是工程队 告白相当于濒临城下 要么办事回朝 无功而返 要么一举拿下诚实 杀入婚姻殿堂 这是大男子主义 完全不在乎女人的看法 那你说说 你对我的看法吧 我觉得 你是一个很可爱 很善良的大男孩 但是 没有人都算是啊 既然你觉得我还不错 我恰好也觉得你很好啊 看我妈打 去过那么多的地方 拍过那么多的照 扯过那么多的蛋 恰好啊 在最最好的年纪 遇上最美的你 这简直是上帝的安排啊 你说 对不对 不对 再多的花样那都是表象 女人看中的是真心 告白当然是建立在真心的基础上 这个我不反对 我坚持的是浪漫 这不是浪漫 是土豪 相信啊 你绝对不会喜欢什么土豪的啊 你更不会在意 住多大的房子 开什么样的车 你在乎的是 男人的品质 而我 刚好就符合你择偶的条件 所以呢 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我 马达 来到地球上最伟大的使命呢 就是 娶你进门 你想多吗 我没有想多啊 这叫科学 按照质量互变定律呢 像我们这样 没有接过文 还换过鞋 还一起学过会 只要把早中晚饭吃了 哪一天呢 量变呢 就会引起质变 质变呢 就是 结婚 大猪 现在咱俩的意见不合 怎么写这个方案 要不咱俩比一比 看谁的告白打动了对方 就用谁的方案 没问题 那你准备接招吧 别到时候被我感动了 喜欢上我 少废话 赶紧开始 闭什么 为什么要闭 让你闭就闭 那好吧 你可以睁眼了 小小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是在来一起应聘工作 你是来应聘的吧 我们这里是公关公司 寇才很重要 你站起来 我干吗要站起来 让你占你就占 许总 就这长相 这身材 还有这个土料 扎的这身衣服 简直就是个村库 这哪里合适 我们这么高大上的 公关公司啊 你别指手画脚了 能耍流氓 耍流氓 流氓见了你都觉得自己被耍 渣男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不会是像 趁我换内衣的时候 偷看我吧 你不能因为咱俩吵架 你就对我戴口戴架的 你说这么多人 看着还以为我怎么样 我就是想问问你 还没有什么其他小事 我看你没什么事 我再让我等你 不知谁 那个时候我一直欺负你 说你是村姑 不过后来合作后发现 其实你人挺善良的 怎么想想 你抱得太紧了吧 恭喜二位 你们以后就是趴那儿了 我们成功了 太紧了 我们成 黄牧 你不刚刚还说 你说你人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然后 你说你可以住在自己的命运吗 黄牧 黄牧 你别死啊 没事吧 你别死了 你别死了 你别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甚至后来我家出现了危机 你也义无反顾地站在我这边 那个时候起 我就慢慢地把你当成了好朋友 再后来 我追谢紫棋的时候碰得伤痕累累 也是你陪我度过的最难过的时刻 我现在就需要人 是有人陪着我 分枕 你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 你 你不用管我 反正从小到大的 我家里人也没有管过我 你就让我自生自灭吧 啊 你是我拍档 怎么能自生自灭呢 从今以后 我关心你 我管你 那我以后 走到天然海角 你都管我 奉陪到底 那个时候我忽然明白 原来真正的爱 是陪伴在你左右的人 晓晓 也许这个告白 来得晚了一些 但你不是说过 陪伴才是最漫长的告白吗 我愿意陪你走到人生的尽头 如果你同意 请你接受这束花 我们 喂 晓晓 你晚上有空吗 你晚上有空吗 嗯 我们这两天工作很多 都在加班 那你 吃饭了没有 还没有 不过我已经订餐了 一会儿就能送到了 那好 工作比较重要 但也要注意身体 不要累坏了自己 忙完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的 再见 感动吗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你这不叫浪漫 你是骗无知少女 你这种男的就是渣男 怎么又扯了渣男的 咱俩这不是在演习的吗 所以渣男就是渣男啊 不是 你生那么大气干什么呀 莫名其妙 你饭已经请你吃了 你还要干什么 你把我这条嘴撞坏了 我起不动我的小店鱼了 你得送我回家吧 好 等等 又干嘛 女司机开车太危险了 都会把这个雨刷呢 当成转向灯 一不小心就出车祸了 我可不想成为你的牺牲品啊 不如 我来开吧 请你别用某个拥抱来说再见 请你别用某个拥抱来说再见 只做奔跑的季节我了解说 我曾经相信你我会走向奇迹 我曾经相信你我会走向奇迹 我试着找回那些蓝色日子 我试着找回那些蓝色日子 你不用掩饭 你不用掩饭 你不用掩饰 你不用掩饰 被遇见图满伤 被推着被强忍着 放手后 世界变白色 十一刻 不用了 你不如掩饱 你能处来 为了碰 不用掩饰 你不如掩饱 我 头发 想到 是爱我 才决定放手 不用谁来安慰谁 爱我的忍不得坚强 一发不悔的解写 又如何 你不能隐藏 背对却被承认着 放手 时间变白色 又为何放手